我太太赚的钱 她连支付我赚到钱的利息的利息都不够 所以我儿子说 爸爸会比妈妈赚钱的多 我说你错了儿子 爸爸之所以能赚钱 有个前提是什么 如果没有妈妈的管理 你的爸爸一败涂地 我太太说 这个也扯得上啊 对啊 因为有你 我做什么都顺风顺水 换个人就一地鸡毛 然后我太太跟着儿子说 爸爸的话听到了吧 我们家里谁谁会赚钱呢 我儿子说 妈妈 所以你想家和万事兴啊 男人搞定女人 一个字就好了 叫什么 你怎么搞定男人呢 杀娇 女人搞定男人就两个字 叫什么 杀娇 会杀娇的女人一生好命 每次我太太跟我发飙的时候 你知道我是怎么跟自己说话的吗 你看我老婆又在杀娇 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 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你懂的啊 我太太急起来的时候 有时候说话会好急的 你知道我怎么说吗 我跟我老婆说 你发脾气的时候 是另外一种美 你知道我看我太太就是属于什么知道吗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欣赏一个女人的美 要在她发脾气的时候 有情绪的时候 如果你还能读懂她的美 那才叫高人一等 其实我跟我太太以前关系不怎么好 经常打架 我太太摩羯座 哇 摩羯真的是 摩羯有个外号叫细精 就是她胸中已经跑过一万匹马 脸上依然波澜不惊 你不知道她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太太最擅长的就是打冷战 我是狮子座 狮子座的人很痛苦的你知道吧 就狮子座的人一碰到摩羯 你就完蛋了 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的温柔我永远不懂 就是三观不合了 就怎么都搞不到一起去 所以呢 年轻的时候就经常打 经常吵 直到十几二十年前 开始走进定位 理解定位以后 我才发现 原来要换一种方式 来跟自己的太太沟通 然后你就会发现 天下人皆可成为太太 你知道吗 我告诉我的太太 你让我历练人生 我太太说 你能不能正经点 我再发脾气 我跟我太太说 好 我现在正经 我不笑 让她发掉就好了嘛 发脾气是正常的 人就是有什么 就是有脾气的 会沟通的人的婚姻 就是荡秋千 一生浪漫 不会沟通的人的婚姻 就是华山论剑 奉陪到底 认识我太太37年 我们谈了七年的恋爱 今天啊 都到了37年了 我还依然可以 把我太太说得 三蓝了一下 我说 老婆 我说我喜欢上你 不是因为你有多好 只是因为喜欢上了你 我便觉得你 哪里都好 我太太听完了以后 就hold不住 她就觉得 一个人就在那里 有点累 然后 我经常会把我太太调情调的 就是互上互下的 理解了吧 其实沟通并不难 难的是什么 你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你可以达成自己认知的一个高度 你就能很好的沟通 我对婚姻的深刻的理解就是 旧人老人做新事 那什么是新事呢 比如说夫妻一起来上顾君辉的课 同意吧 同意 我告诉你 要是老婆没娶对 或者是老公没有嫁对 你一生都在华山论见 很多人的家庭就是这样的 不是老子跟你奉陪到底 就是老娘跟你奉陪到底 不是婚姻的你知道吧 你这是战场 所以各位啊 老对人很重要 娶对了老婆 嫁对了狼 你一生都在当秋千 你知道吧 你很浪漫的